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中共中央在30號上午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介紹中共十九大五中全會的精神 在記者會之上 發言人強調 說中美兩國徹底脫鉤是不現實 而且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都是沒有好處 究竟這種說法背後隱含著什麼訊息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位發言人在記者會之上 否定了中美脫鉤的可能性 他就說 在地球穿越來越小的當今時代 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兩國之間的經濟聯繫 是由雙方的經濟結構互補性 和全球經濟的開放性 所決定 徹底脫鉤根本是不現實 而對於中美兩國來說 以及對於整個世界來說 也是沒有好處 其實真正想脫鉤的人 少之又少 而真心想合作的人 多之又多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在疫情衝擊的背景下 中美雙邊貿易額同比增長了一成六 這位發言人強調 真心想兩國合作的人 多之又多 實際上就是隱含著一個訊息 就是 中國完全是不想跟美國 在經濟上進行脫鉤 這個只不過是特朗普政府 想推動的一件事 這個其實也是牽涉到 究竟在經濟上 哪一個國家依賴另一個國家多一點的問題 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 其實每一個國家對於另一個國家 多多少少在不同的範疇 都會產生了一些依賴的情況 但是究竟哪一個依賴另一個多一點呢 就主宰了究竟哪一個能夠實踐 跟另一個經濟體脫鉤的決定 看看過去的三十多年的經濟數據 就可以得知 中國在經濟上絕對是依賴美國多於美國依賴中國 1986年的時候 美中的貿易赤字 大概是17億美元 但是到了2019年的時候 雖然這個中美貿易戰已經是打了兩年 但是這個貿易赤字仍然是有3456億美元 就已經比起奧巴馬的年代 降低了 但是在33年期間 這個中美貿易赤字仍然是有203倍的增長 故此中國在過去的30多年期間 其實就通過貿易 賺取了大量的美國外匯 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以後 由於享有了很多的福利 所以自從2001年開始 中美貿易赤字的擴大幅度是有上升的趨勢 所以特朗普才要發動中美貿易戰來縮減赤字 而事實上他也是成功了 在2019年 中美貿易赤字 比起2018年的時候就已經縮減了17.6% 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這也不僅 由於特朗普認為這個世貿組織是有偏袒中國的成份 故此他採取了一些非常手段來加空這個組織的運作 而且由於中國在高新科技行業上 非常依賴美國的技術 所以特朗普也在技術上 對中國採取了圍堵的策略 而且美國的執法當局 也是多次破獲了千人計劃 有很多人已經下網了 而這班人也再不能夠竊取美國的技術 所以為何在今次的記者會之上 這位發言人要強調 說中美脫鉤是 不現實 或者是對於雙方都沒有好處 因為如果特朗普真的執意要在經濟和金融上跟中國脫鉤 中國的損失一定是比美國大 這是必然的事 好了 所以這次美國總統大選 為什麼這麼關鍵就是這樣 如果特朗普真的成功連任的時候 他就肯定會將今屆任期所推行的措施和政策 延續多四年 現在已經在金融上 對於中國的上市公司 加強了監管和制肘 而且在科技上 對於華為和中興 實施了圍堵 再來一個就是 特朗普通過不同的措施 來利誘美國企業 尋找新的勞動市場 比如說是印度和越南 希望他們可以將生產線 和供應鏈遷出中國 分散 將所有東西集中在中國的風險 如果是由拜登當選 當然 他已經說明要尋求和中國加強合作 特朗普時期所實施的一些措施 他肯定會斷攬 所以這次美國總統大選 絕對不僅是影響美國本土利益 那麼簡單 而是牽一發動全身 整個世界都會受到牽動 所以如果你是美國的益友 你是有票 在手 你就記得一定要把握機會 去投票 每一票對整個世界來說 都是舉足輕重 好了 今次這個發言人在記者會上 又再強調中美脫歐不現實 其實這些說話根本就是 說給自己人聽 因為美國是否和中國 在不同範疇上脫歐 這些完全是美國政府說了算 根本上中國 只能被動來接受結果 所以 經常強調這個 中美徹底脫歐不現實 就根本上反映了 中美脫歐就是這班人的心魔 他們絕對是不願意見到這件事發生 接著就講下另一宗消息 華為創辦人任正非 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就叫做向上統破天 向下紮到根 這篇文章就強調 說中國是應該要重視基礎教育 不僅要重視科學理論和工程技術方面的研究 也要重視一些 不是以應用作為目的的純研究 否則中國的技術 就不能向上統破天 他還說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體量 應該可以允許一部份人 去從事一些 潛心創造不求回報的研究 其實任正非的這個建議 絕對就是正頭正路 而且是非常理性 因為要提升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 絕對就不應該偏重於某一些應用的範疇 而是有些非應用的範疇都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中國肯不肯聽他這個建議 就另作別論 實際上現在有很多人都是急功近利 最好做得到 朝中樹晚界版 這頭就說投放資金下去 那頭就已經有研發成果 但是科技的研究就沒有捷徑可走 一定就要投入時間這個因素 如果要省略時間的因素可以怎麼辦 唯一就是通過竊取技術 然後任正非又開始潑冷水 他說華為目前遭遇到的困難 就是在於在設計先進芯片方面 他說國內的基礎工業 仍然是做不出先進芯片 但是華為又不可能 又做產品又去製造芯片 其實他就點出了華為的問題 就是華為過去所生產的那些 所謂高科技的產品 比如說智能手機 根本上他自主研發的部分佔比 就是很小 而有大部分的零部件 根本上就是從美國進口 而他只不過是將進口的零部件 在自家的工廠那裡進行裝陷 所以任正非的這篇文章 截至這個部分 都是相當老實 就是點出了華為的問題 但是跟著下去 他又跟中全會的精神很吻合 他就提到有關於中美在科技脫歐方面的問題 他說 美國是因為開放才能走到今天的強大 封閉就會重返落後 他還說 美國越港脫歐 中國就要越高舉科學無國界 堅持開放和國際化 要站在前人的肩膊上 堅持向一切的先進學習 封閉是不會成功的 他其實說這番說話 又是跟五中全會所說的堅持開放 堅持改革堅持面向世界 那個口吻是一致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說要堅持開放和國際化 到底美國政府的取態是怎樣 當然拜登就已經很清晰 他所主張的東西根本上就是跟五中全會的精神不謀而合 他就是要堅持跟中國繼續走合作的道路 當然如果是由特朗普連任的話 中國這個如意算盤就未必打得響 因為特朗普一直都堅持說要在各方面都跟中國脫鉤 雖然現在臨近總統大選 他就在這方面著墨比較少一些 但是我相信如果他是成功連任的話 他一定就是會將過去的政策延續下去 對於中國來說當然就是沒有運行 所以我都完全不理解 為什麼美國有些主流媒體的所謂分析 經常說北京當局是希望特朗普連任多一些 因為特朗普搞的所謂美國優先 其實就是單邊主義 就會得罪美國的傳統盟友 諸如此類 但是大家明顯地看到的就是 如果特朗普真的連任的時候 對於中國的經濟來說 所受到的打擊絕對是會比起拜登當選是大的 怎麼會這麼愚蠢支持特朗普連任 專門寫完這些文章出來 誤導民眾 簡直就是居心可測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